技术质量都偏低 日本的天才少年实力如何 能否和马龙一战呢 有特点 尤其是他的下蹲发 节奏的掌控都还是不错 所以他才能够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一品棚 我们来开场马龙和松平剑泰的对决 你看连续拉到直线 所以他对这个线路 进攻的线路 这是2013年的亚锦赛 黑戏衣服的选手是松平剑泰 马龙现在是首局7比3理线 松平剑泰他的打法是比较巧妙 旋转还有弱点比较好 亚洲紧妙赛包括超级联赛 包括前一段进行的 一个街外球的失误 马龙也是1比5先拿下了首局 职业运动员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和修养 松平剑泰他是出生在91年 比马龙小了三岁 目前的话已经是从日本国家队退役了 好球马龙不正手 反手加力 漂亮 对手还是一场通话种弱点去调动马龙 不过步伐和衔接是马龙的优势技术 最顶级的选手 缺 别的什么都不缺 2013年也是松平剑泰比较巅峰的一年 在四瓶赛上他是淘汰了马龙 被很多球迷称为自拍杀手 好球 像对手的这种进攻质量 还是有点打不成马龙 只能去打中弱点还有百数 41比5马龙拿下第二局 2013年的马龙成绩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只拿过一个世界别人党冠军 四瓶赛上还被王豪淘汰了 好球 一旦得到了中军手的上车球 马龙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一种对乒乓球的高深的理解和水平 松平剑泰通过防守的速度去压制马龙 他的防守速度比较快 弱点隐蔽 第三局的松平剑泰 还是打了一些变化 特别是罚球抢攻 合上这个球了 从上往下落的这个力量 松平剑泰现在是抢得很凶 加强了第一板的上手质量 尽量不和马龙打相折球 缺着马龙的防守回球失误 松平剑泰 也吸一比九 拿下第三局 应该说从第三局来 战胜了阿联球选手 第三轮的是4比2战胜印度选手 好球 马龙继续进攻 松平剑泰全然率先上手了 但是连续的进攻打步传马龙 这个球松平剑泰是一个泄力的防守 整个球轻飘飘的借不上力 具备了相当强的实力 这个车程直线还是打不出质量 反而被马龙抗了一个正手的回头 连续的防御后 马龙一个防打直线 拿下这一分 对手还是打马尽量差了点 一个漂亮的牙折线 帮马龙以11比4拿下第四局 好的 对于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 像这种球对手还是不能得分的话 就基本上没得打了 对手现在的进攻还是以直线为主 想要打这种快节奏的波杀球 对手用了一个下蹲砍4罚球 这也是他最合行的一个罚球技术 好的 一把爆冲 玩了一把 这个球马龙退下去被动防御 但是对手的进攻明显有些质量不足 打的是侧选 马龙现在是4比6拿到了赛点 最后是马龙4比1赢下了比赛 比赛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球场 是阅磨砍4个表立的 就这样的阻挤了 两个阻挤了 就是好了 现在还是伊克